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几乎一直在喝茶 在最终环节中 汪苏龙的悲惨人生依然没有结束 一上来 就被黄景瑜用暴力抢走了任务箱子 不甘心的汪苏龙 决定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回箱子 结果刚得手 就让黄景瑜给制服了 实际上二人是同一阵营的 可惜 直到汪苏龙被岳云鹏用瓢敲掉 也没有人关心过汪苏龙的身份 如果说汪苏龙是惨 那么 贾乃亮则是智商挖地 也可能掺杂着一些私人恩怨 为了向贾乃亮自证身份 黄景瑜不惜主动伸头求敲 如此举动算是足够做好了 可惜 贾乃亮依旧不相信 选择了偷袭黄景瑜 但根据规则 一旦用瓢敲了队友 那么敲瓢人便立即淘汰 结果可想而知了 贾乃亮敲了黄景瑜 自己遭到了规则的反噬 也有可能是贾乃亮故意为之 不论黄景瑜是否是队友 先敲了再说 在之前的极限挑战中 贾乃亮是当人不让的体力担当 自从黄景瑜来了之后 就只能退居二线了 这一次令人出发更好 今天的冰箱就算很大 这一点的冰箱就算了 就是课重地鱼